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声词 干旱 第四个声词 耕地 第五个声词 庄稼 庄稼 第六个声词 枯萎 枯萎 第七个声词 牲畜 牲畜 第八个声词 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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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个声词 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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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声词 壮丽 依旧 第十一个声词 依旧 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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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个声词 第十三个声诵 第十五个声词,飘浮,飘浮。 第十六个声词,摇摆,摇摆。 第十七个声词,衬托,衬托。 第十八个声词,盘旋,盘旋。 第十九个声词,食尔,食尔。 第二十个声词,海拔。 海拔。 第二十一个声词,瀑布。 瀑布。 瀑布。 第二十二个声词,纵横。 纵横。 第二十三个声词,汹涌。 汹涌。 汹涌。 第二十四个声词,目睹。 目睹。 目睹。 第二十五个声词,重叠。 变。 重叠。 重叠。 第二十六个声词,雕塑。 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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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个声词,毅力。 第二十七个声词,毅力。 毅力。 第二十八个声词,毅力。 第二十八个声词,杰出。 杰出。 第二十九个声词,震撼。 震撼 第三十个生词 宫殿 宫殿 第三十一个生词 不经 不经 第三十二个生词 取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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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个生词 采集 采集 第三十四个生词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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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个生词 倒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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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个生词 切而不舍 切而不舍 第三十七个生词 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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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个生词 心血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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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个生词 四十个生词 祖 拦 祖 拦 祖 拦 审 迅 身 心 心 心 力 神 kre 第四十三个生词 罕 罕见 罕见 第44个生词 珍惜 珍惜 第45个生词 陶醉 陶醉 第46个生词 遗产 遗产 第47个生词 拥有 拥有 那我们接下来复习第15课 的课文 我们先来看看课文的题目 山脉上的雕刻 那么 这里有六幅图片 哪一幅图片是山脉呢 对了 图片B 就是山脉 这里有很多山 这是山脉 那么 我们来看一看 课文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看课后的提示 他说 这里我们分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部分 那么这六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讲了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 当中国西南遭遇干旱时 哈尼梯田怎么样 也就是说 哈尼梯田 是 西南地区的 但是 它跟 西南地区的 其他部分 不一样 是 西南是 有遭遇干旱 而哈尼梯田 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壮丽依旧 什么样的天空 什么样的白云 什么样的树影 更 衬托出 怎么样 第二个部分 描述一下 坐在车上 遥望梯田时 看到的风景 遥望梯田 遥 是远的意思 很远 遥望就是什么 很远的望 很远的看 因为 这个梯田呢 它是 在山上 那么山很高 所以我们只能 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只能从 很远很远的地方 看 梯田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山顶 峡谷间 半山腰 你看 也就是说 那 这如果是一个梯田的话 山顶 从上面 然后峡谷间 然后峡谷间 然后半山腰 山顶 峡谷间 就是 山谷嘛 低的地方是山谷 然后半山腰 怎么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梯田的 远远的看到 梯田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 所以我们第一段 就是 引出哈尼梯田 第二段 在细致的描述 这个梯田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不能一开始 就告诉大家 啊 梯田是这样的 这样的 看起来 它的山顶怎么样 峡谷间怎么样 半山腰怎么样 不是的 我们一开始 就要怎么样啊 引出来 我们就是 我们像 说一个故事一样 我们要 把它引出来 让你 对它很感兴趣 所以 怎么引出呢 当西南遭遇干旱时 哈尼梯田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写 哈尼梯田 然后再来写什么呀 哈尼梯田的 这个很美 这个 然后再来写 哈尼梯田 会让人感到震惊 它为什么 这个写哈尼梯田呢 除了美 还很震惊 这是什么什么的作品 它比长城怎么样 比宫殿又怎么样 它不只是美 还很让人震惊 那这里的人 为什么选择了梯田呢 就是这个梯田 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古老的曲子 经过数十代人的 切日不舍 就是数十代人 有几十代人 数十代就是几十代人 他们努力努力 终于就形成了现在的梯田 那么梯田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梯田它能够可以干什么呢 它有什么价值呢 以其什么 展示着什么 最后 哈尼梯田 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和精神 这个哈尼梯田 不只是很美 让人震惊 它的形成过程 还有它的价值 还有智慧和精神 那么就是 所以从第一段 我们写 刚开始我们把哈尼梯田 慢慢的告诉大家 然后最后 最后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升华 我们要看它的智慧和精神 它的这个 这就是一个升华 我们要写它的意义 写它的价值 就是中文的文章 这个 这篇中文的文章 就是这么写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段 2010年 中国西南 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 跟地上 庄稼枯萎而死 农作物大面积绝收 就在各地旱情严重 人和牲畜 饮水都难的时候 滇南红河埃老山 南部的一片片梯田 壮丽依旧 它们依山形而流转 一片片一层层 由半山腰延伸至峡谷 像一张张亮丽的油画 铺天盖地 席卷而至 伟蓝的天空 漂浮的白云 摇摆的树影 更衬托出梯田的壮美 那么这个就是 滇南红河的梯田 这里的这个第一段 它是引出了梯田 但是它怎么引出来的呢 是梯田呢 在那个时候 是在别的地方都干旱了 你看西南遭遇 百年不遇的干旱 遭遇就是遇到了 那么就是西南 就是中国的西南地区 西部跟南部 西南那个地方 西南方向那个地方 遇到了百年不遇 一百年都遇不到的 就是它是很难遇到的 就是这个干旱很严重 耕地上庄稼枯萎而死 也就是说 庄稼死了 农作物也绝收了 绝收就是不能收获 农作物没有收获 都没有长 就在全国各地汉情 就在西南各地汉情严重 人和牲畜 饮水都难的时候 因为干旱就是缺水 没有水 那么时候汉情就很严重 但是 天南红河哀劳山的梯田 却很壮丽 很漂亮 它们依山形流转 是这个 依着山的形状 山是什么形状 它也是什么形状 流转 它们由半山腰延伸至峡谷 就很漂亮 很漂亮 后面都说了 这个它是怎么怎么漂亮的 这是一种什么 壮美 因为它很大气 当山的 大山的 大自然的美 我们的这种美 都说是壮美 或者壮丽 你看 壮美壮丽 就是很大气的美 它们很漂亮 这里说像一张张亮丽的油画 这什么漂浮的白云 蔚蓝的天空 从天空 写到白云 然后又下面写着树影 所以从上写到下 从上面写到下面 很漂亮 通过 干旱来引出梯田的好处 别的地方 干旱 而梯田却还是有水 是很美的 做得很好的 那第二段 那么就写了 我们的车在大山里 沿着公路盘旋而行 时而行驶在深深的谷底 时而爬升到海拔 一千多米高的山腰 遥望山顶 是大片的森林 峡谷间闪闪发光的是小溪泉水和瀑布 半山腰是村子 村子下是如山入海 纵横万里 汹涌而来的梯田 所以这个梯田呢 就是他们描写了梯田是怎么样的 那么他们听说这个梯田很美 很好 所以就有人去看 那么我们呢 我们到山里面去 就可以看到梯田了 我们怎么样去看呢 我们坐在车上 遥望的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山顶是怎么样的 峡谷间是怎么样的 半山腰又是怎么样的 半山腰有村子 峡谷间有水 有小溪泉水瀑布 山顶有森林 峡谷间有溪水瀑布 半山腰是村子 第三段 尽管已目睹这奇迹无数次 但我每次身临其境 都会为哈尼族山迷们 在这重重叠叠的山脉上 雕塑出的美丽画卷而震惊 这是以大地为背景 用生命和毅力雕刻出的杰出作品 它比万里长城更让我震撼 它比历史悠久的宫殿更让我感动 我不禁问自己 这里的人为什么选择了梯田 第二段呢 刚才第二段它说了 我进我们到山里面以后就看到了梯田 梯田的这个样子 那么我目睹了这奇迹无数次以后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每次身临其境 到这个地方以后 感受到这里的这个美好 它会感到震惊 它为什么感到震惊呢 有重重叠叠的 还有美丽画卷而震惊 你看山脉上有这么多的梯田 梯田 一层一层的梯田 那么这样的会让人很震惊 这比万里长城更让我震撼 不只是震惊 也还是震撼 我们有震惊 震撼 而且呢 它比历史悠久的宫殿更让我感动 它让我感动 让我震惊 让我震撼 这是我心里的想法和感受 我这个梯田看到了以后 因为我真的真正的身临其境的 感受到了梯田的美 我心里感到震惊 也感到震撼 也很感动 所以呢 我看到这么美 我就会有想法 我就会问自己 这里的人为什么选择了梯田呢 好 第四段 后来我在当地听到了一首古老的曲子 歌词的意思是 祖先们只靠打猎过不了日子 光靠采集树果也过不了日子 于是学会了翻地 学会了种植 他们发现 种子和水最亲近 喝过水的种子就是金闪闪的稻谷 从此 他们再也离不开梯田和水 经过数十代人的切而不舍 他们终于将一座座大山 雕塑成了梯田 面对大山 山民们没有对抗 而是选择了服从 他们服从自然规律 选择开辟梯田 这种农耕方式 最终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因为第三段说了 为什么选择梯田 所以第四段就讲了 为什么 是他从当地听到的一首古老的曲子 也就是歌曲 曲子是歌曲的口语化的说法 曲子也就是歌 所以后面说歌词 歌词其实就是曲子里面的 原来祖先们只靠打猎 也过不了日子 我们猎杀动物 光靠采集树果也过不了日子 树上 山上有树 树上有很多果子 但是也不好 所以呢 他们就学会了翻地 学会了种植 他们就 让种子和水亲近 喝过水的种子 就是金闪闪的稻谷 也就是种子 如果我们给种子喝很多水 他们就后来长成了金闪闪的稻谷 因为稻谷是黄色的 所以他说是金闪闪 就是黄色的 就是金子的颜色 从此 他们再也离不开梯田和水 那么梯田里面就 就有很多很多的水 就可以种很多很多的稻谷 而这个梯田和水呢 是数十代人 他不是一代人 而是几十代人 努力 切而不舍 就是坚持的努力 他们将一座座大山 雕塑成了梯田 那么这么多的大山 这么多的大山 上面全都是梯田 全都是梯田 这样子 这个梯田 做得非常的 怎么样呢 当然我画的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这个梯田真的是 把 是人们把它像用刀 在雕塑一样 所以山民们呢 他们面对大山呢 他们 没有选 没有对抗 这个山太坏了 我没有 不能种稻谷 怎么办呢 他们 服从自然规律 开辟梯田 用这种方式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山上也可以种稻谷了 那就是梯田 可以种稻谷 我们再来看 第五段 第四段说了 为什么选择梯田 梯田是 山民们的一种 服从自然规律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而 第五段说了什么呢 还是要继续说 那么我们 他们开辟了梯田 我们来看一看 开辟了梯田 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一千三百多年 山民们用汗水 用心血 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 完成了山脉上的雕刻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辛血 和辛勤劳动 他们很努力的劳动 任何困难也阻拦不了他们 这幅画卷 以其宝贵的生态文化和审美价值 展示着它的罕见和珍惜 它用一种宝贵的生态文化和审美价值 展示它的罕见和珍惜 梯田是非常罕见的 罕见就是少见的意思 珍惜也是很少 就是你这个梯田 你会看到的有这么漂亮的梯田 是很少很少见的 这是一种山脉上的雕刻 这个山脉上的雕刻呢 其实也就是梯田 这种梯田就是一种雕刻 是人来这个完成的 是人们呢 是用手用他们的劳动来做的 所以是一种雕刻 在山上进行雕刻 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不是真的雕刻 就是说做梯田 就是说了梯田的价值 第67段 有人说 哈尼梯田的美景让人陶醉 这里的一切无不体现着 当地百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体现着民众对自身文化 和自然环境的尊重 它所蕴含的人 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 古老文化特征 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哈尼 梯田 它不只是很美让人陶醉 而且呢 它体现了一种智慧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当地百姓 就是当地的那个农民们 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它体现了一种智慧 也体现了对自身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尊重 我不能说把改变这个这些山 但是它尊重山 只是把山上 让山上也有更 变得更漂亮 让也更 适合自己生存 所以它是一种尊重 它所蕴含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古老文化特征 也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也有人说 哈尼梯田是人类的宝贵遗产 它向我们证明人类拥有惊人的创造精神 对 它就是一种 它又是宝贵遗产 也证明了人的创造精神 它的创造精神 就算山也不能够阻挡人们的智慧 人们的这个生存能力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